好,我想說一件事就是在《啟示錄十六章》第十二節那裏說到 就是第六位天使將這個碗,即是第六碗,在活世的時候第六碗 他就說,將它倒在幼法拉底大河上,河水就乾了,要吸吏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縱黃預備道路 我又看見三個烏衛的靈,好像青蛙和龍口、獸口並假仙之的口中出來 他們本是鬼魔的靈,施行其事,出去到普天下縱黃那裏,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 這裏說到一個大規模的邪靈附體 怎樣附體呢?就是它有三個烏衛的靈,這三個烏衛的靈怎麼會有這麼多大規模呢? 因為這是一個領袖,但它有很多邪靈跟著它 那它就會怎樣是集體邪靈附體呢?就是 它出去到普天下黃,縱黃那裏,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 即是它們會去到全世界不同的王那裏 都不是王,因為那些人一起打仗,連冰冰一起來打仗 即是說這個大規模的,就在啟示錄第十六章 這裏說到這個大規模的邪靈,這個日子是未到的 我想說一點,就是在坊間有很多傳流 亦有很多宗派傳流,就是在耶穌回來之前 七年大災難開始之前,基督徒就會被提 就會不用經歷大災難,但其實聖經是不會這樣說的 聖經講到大災難,這個被提是有馬太二十四章 兩個女人,兩個人在填間,拿去一個留一個 又兩個人在屋裡拿去一個,剩下一個 但是這個經文是講到,這個萬俗都要哀嚇 即是全世界人都看到耶穌回來 即是說,全世界都看到人回來 那時候,基督徒被提,所以是耶穌回來那時候 即是我們是需要經歷大災難的 但是,如果我們在末後的日子 當然我們現在來說,我們不知道耶穌何時回來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預備好 我們可以是面對耶穌回來的那個世代 而我自己,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錯誤的看法 他們以為不用經歷大災難 另一個經文說到被提就是 就是《貼撒勒家詞書》第四章 就講到,這個浩童末次出向的時候 然後死人要復活 跟著我們就和他一起被提到 空中,魂裡面與主相緣 這個經文也是講到耶穌回來的 兩個字,一個是Parucia 一個是Katabano 就是耶穌降臨 一個就是耶穌在來的字 都是講到耶穌回來的 所以很多人就以為是 就是耶穌回來,我們不用經歷災難的 一到災難開始,基督徒全消失了 但這個並有很多電影都是這樣講的 但其實是沒有聖經根據的 而我所講的重點就不是這件事 我所講的重點就是 在末後日子就會 或者我先去謝仙那裡 我再講一下 就是因為太多人沒有預備好 到將來真的有災難的時候 有很多基督徒會跌倒 這個是聖經一早講的 變了很多人沒有預備好 而那些基督徒以為聖經錯 他說聖經說災難時被提 他不知道是Scofield 有個人叫Scofield 他寫了一個叫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他就講了這個災難時被提的觀念 很多人就信以為真 並且又不去查聖經 這個是很可惜的情況 我自己都很詳細去查 他們支持的經文 還有講到被提的經文 都不支持災難時被提的 也都不支持災難中被提的 而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被提 就很多人沒有預備好 還有這個時代 很多人都是 很多基督徒都很懶惰 那時候會有什麼後果呢 當一有災難的時候 或者不用什麼災難 經濟一困難 很多人就已經有 即刻放曬 跟神關係有問題 就有很多問題 所以在末後的時候 真的需要更多基督徒 是興起給神去用 我們更多人 真的太多基督徒 是會軟弱 在《貼撒羅尼加》後書第二章 你都講到基督出現的時候 他就說有離道反教的事 即是很多人離開真道 以及反宗教 即是很多很多 所謂基督徒 是會離開神的道 而去反宗教 但是他們 因為很多人回教堂 他們不是真的 跟神有關係 有些是 他只是一種 習慣 或者他是 有朋友 或者覺得一起玩很好 或者聽到幾舒服 有很多道是幫人 舒服的 就不是幫人處理生命 發揮生命的 所以有很多人 喜歡回教堂 但他未必真的 喜歡神行神的路 所以 神給我的託父 就是 我們要興起更多人服侍 甚至經歷聖靈 都很多人不是服侍過 他們就經歷 就享受經歷 就喜歡經歷 但是沒有去發揮 那我就覺得 一定要發揮 因為聖經講到最後 耶穌 他聖經之前 都是給我們大使命 是傳呼音 和建立人的靈命 這就是神給我們的託父 所以 其實一個人可以影響很大 我現在去不同的地方 我感謝神一路 我開路 去的地方 真的他們可以服侍 可以改變 即是說 基督徒不要停留在自己 軟弱的狀況 經常說 我很慘很慘 而是可以提升的 我鼓勵大家 都會被提升 願意被神用 因為預備將來 真的有更大的迫伯 和更多基督徒軟弱 我們可以提升幾個 就提升幾個 而最重要的提升 不是只是他穩定的 而是他開始 服侍主給神用 而各個基督徒 有聖靈的能力 都可以的 而這個經文我想說 是什麼重點呢 就是說 《啟示六十六章》 說到第六碗的時候 就說到會有邪靈大規模進入 眾皇和他們的軍隊身上 而現在未有這個發生 不過呢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很多人的情緒問題 煩惱 家庭破裂 很多人不做工 又不出去見人 鎖在一個房間 經常打手機 經常天天天顛倒 很多這樣的人 有很多問題 所以年輕人很重要 因為影響你的同學 你救了幾個 就救了幾個 是很重要的 而這些人 當我在這種情況 很多個找我 父母找我 多數是兒女找我 兒女怎樣呢 好憤怒 叫他找他 我又不幫你 好憤怒 對父母憤怒 容易受傷害 其實這些情況 和情緒 普通人都很容易被情緒影響 情緒影響 很容易被魔鬼留地步 結果是什麼呢 他們就可以 很多人被邪靈影響 其實我們現在都發覺 很多人被情緒 被邪靈影響 所以這個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到了這時候更嚴重 而迪基督在《喀釀儒嘉》第二章 說到 對不起 《喀釀儒嘉》後書第二章 說到他用神跡歧視 迷惑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 是會被邪靈影響的 聖靈明說 在末後日子內 必有很多人的離棄真道 而且聽從鬼魔邪靈的道理 很多人會離棄真道 所以這個 这个是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见到的情况 所以我们站得稳 不让魔鬼留地步 有神的同在 而一定是给神用 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队军队 不要看少人数 初期教会 耶稣圣经选12个 有一个跌倒 但是跟着其他 在五旬节的时候 120个人 这120个人 他们就开始给神去用 就是神可以这样大大的使用我们 所以我就说不要计较几个 我们就是 就算少少人有心 一个人可以影响很大 我现在去很多国家都影响很大 譬如肯亚感谢神 他们跟我翻译的教导 成为肯亚文 肯亚文在他们周围的国家都有使用 譬如我 9月去坦索尼亚 都是去到那里用肯亚文的 还有他们周围 烏干达也有地方是用肯亚文的 这个都是 即是说原来我们开一个地方 就可以成为更多地方的祝福 这些全部都是人为我开路的 如果那些人又经历帮助他 又介绍其他人 那你们来说 你去到什么层次不要紧要 只要你的心华神 我需要祝福更多人 我需要给你用 我需要进入一个更高的领域 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得福 自己得安慰 自己得释放的状况 而是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而我们其中一样要学习就是 赶足邪灵 处理生命 帮助人经历圣灵 更新他的生命 帮助人经历圣灵 说到邪灵我们不用整天做的 是祂祈祷的时候有彰件 我们先去做 如果没有什么彰件 我们不一定要个个都要跟祂说邪灵 但你可以测试都可以 反而可以亲近神 一路爱慕神 享受神 祂在神的同在 就有什么邪灵都会彰件出来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祂清理了 所以希望大家首先处理好你的生命 能够生命结症 又常常享受神 天天呢 你现在可以试下这样 想着耶稣 多谢耶稣爱我啊 啊 你都放松的 感谢耶稣 耶稣真好啊 多谢天父啊 啊啊啊啊 有些人可能已经觉得平安兴散 多谢耶稣 你每天都去做 越做越容易的 那你祈祷什么时候呢 都即时可以做得到 即时可以帮人经历生命的 那你就可以一步步提升人的生命了 那这个所以就由这个信心开始 相信神很想用我们 由亲近神 整天活在神的爱中 处理所有的问题 什么负面情绪 什么的罪 我们都不用它去攻击我们 因为那些就是成为魔鬼的破口 被攻击的破口 那些就破坏我们的生命 而我看着很多家庭 就是怎样呢 有时两夫妻本来是上教堂的 后来一个呢 就不是怎么上教堂 给情绪影响啦 打机啦 看色情啦 分外情啦 跟着整个家庭破裂 就是魔鬼是很有效的 它使用这些东西 是破坏很多人的家庭 就 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时候 你说神给我的智慧 怎么去帮他们 其实很多人需要帮助 很多人家庭破裂 很多人情绪不好 周围都是的 那这些人我们就可以去帮助 当然我们不只是帮这些人 什么人都帮助 但是这些人呢 因为需要大 所以更加能够进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